韩式吃饱三十尾牙是创世与华山仁安基金会策略联盟 每年农历年前关怀弱势的重要活动 不过因为疫情没有平息 还是会延续去年送礼到家的模式 在今天特别邀请到台东市长担任送礼大使 一起把年礼和红包送给植物人家属 并且贴上吉祥喜气的春联 韩式吃饱三十尾牙是创世与华山仁安基金会策略联盟 每年农历年前关怀弱势的重要活动 但是因为疫情未平息将延续去年送礼到家的模式 其中王伯伯的儿子在十五年前因为不胜噎道 缺氧过久成植物人 出院后由父母长期照护 而护理人员得知年迈的双亲体力以及经济能力有限 并协助儿子入驻创世台东院 而王伯伯日日探望不掉疫情搅局 只能透过视讯相见 很感应 这样就比较简单 感应 离摩都做起 是这样想 但是时间一直在拖嘛 而创世台东院特别邀请台东市长一同送年礼到王伯伯家 并贴上春联除旧不新 也希望落实家庭暖心也暖胃 那创世基金会他每年所做的这些善事都得到各界的回响 那我也希望说拋装以异的前提之下 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来做善事 创世基金会将送88个家庭年曆创世表示 情判大众一同来帮助更多的弱势 让他们能够一起过好年 感谢就是全台湾的这个善事来帮助我们的创世基金会台东院 那目前因为在十一二月的时候 我们募集目前虽然还差三成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所有的善事来帮助我们 就是这些捐助的爱心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年礼送到我们的弱势朋友的手上 那甚至呢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感受到 就是有一顿就是简单的温饱的餐 目前我们会在台东这个创世基金会的部分 我们会送礼到88个个案家的手上 那希望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寒冬送暖的时候 疫情严峻的这个年节里可以得到一个温暖 在疫情未平息之际 创世基金会关来社会并未停止持续服务 同时也希望这些家庭能在新年之际感受社会温暖 有一个暖心的好年 借盘罪台东市报导